2021年3月 英国央行公布了最新版50英镑纸币设计 上面的新面孔就是被与为人工智能之父的数学奇才艾伦麦希森图林 这版50英镑的新纸币在2021年6月23日 即图林生日当天发行 人们想依此纪念这位两次改变人类文明走向的英雄 而这位曾经拯救世人的英雄 却因为时代的偏见和歧视 在屈辱中早早地走完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您好 欢迎来到天天观世界 一起换个角度看世界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图林 2021年 英国央行宣布人工智能之父艾伦图林 将被登上新版50英镑纸币 以此表达对这位天才计算机科学家的崇高敬意 这则新闻一时间又掀起了一波人们对图林的缅怀 50英镑是英国面值最高的钞票 按照惯例 英国央行发行的英镑 一面印有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 而另一面则是英国历史上一位著名人物的头像 此前登上过英榜钞票背面的英国历史伟人 包括牛顿 达尔文 法拉蒂等 新的钞票上面 除了会印图林的个人形象之外 还会印上图林 用以破解德军密码的机器英国炸弹 以及图林在1949年时说过的名言 这不过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一个预示 也仅仅是一个投影 这次英国央行之举 可以说是对图林最高级别的致敬 其中也许更是包含着对他深深的歉意 65年来 整个英国向他道歉了三次 图林的成就让世人赞叹 而他的人生经历却让人惋惜 图林的成长历程 1912年6月23日 图林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名公务员 被政府派往印度殖民地工作 图林和哥哥两人从小就被寄养在父母的朋友家里 这也让他们自小就缺少父母的关爱 图林把注意力放到了书籍上 他自小就展现出了对于数学的热爱 也格外喜欢阅读与科学相关的书籍 其中就有一本书叫做《大自然的谜题》 书中将人体比喻为机器的理论 让图林震惊而且印象深刻 这样的新奇理论也在图林小小的年纪 培养了他对这个世界独特的观察视角 图林从小天资聪慧 九岁时他就读的小学校长曾给他以下评语 我见过聪明的孩子和勤奋的孩子 但艾伦是个天才 1922年 十岁的他开始着迷于国际象棋 经常自己一个人 长时间思考复杂的棋聚 图林十三岁时 虽然数学老师赞扬他是天才少年 但在一所重视人文和经典教育的学校里 他的数学天分并未得到认可 尽管他上课时经常心不在焉 考试时却总是得高分 这让老师们既生气又无可奈何 到了1926年 十四岁的图林考进了当地的一所 叫谢伯恩的寄宿中学 在学校期间 像大部分天才一样 图林在同学的眼中 是一个相对孤傲 且性格与举止都与众不同的人 这也让他备受同学的白眼于欺凌 甚至 他有时会被关在木地板下面 一关就是几个小时 这让自小就缺少关爱的图林 更加感受到学校生活的异常煎熬 就在图林认为 这样的煎熬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的时候 一个比他大一级的叫克里斯多夫 莫尔卡姆的学长向他伸出了援手 克里斯多夫是这所中学的顶尖高材生 跟图林一样 克里斯多夫也非常喜欢研究数学 两人每天都混在一起 讨论着在其他同学眼中 晦瑟难懂的各种理论 其中就包含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以及科学界刚刚提出的量子力学的相关理论 1927年末 年仅15岁的图林 为了帮助母亲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写了爱因斯坦的一部著作的内容提要 表现出他已具备非同凡响的数学水平和科学理解力 图林和克里斯多夫两人在中学的相处中成为了对方的人生之极 在所有同龄人的眼中 只有对方能够理解和欣赏彼此的优秀 图林的内心也在这一阶段渐渐变得充实起来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时间很快来到了1929年 18岁的克里斯多夫到了上大学的年纪 图林不愿意与克里斯多夫分开 决定提前一年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两人商定一起考取两人的共同梦想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图林的大学生涯 尽管两人信心满满 可结果却是克里斯多夫顺利地考上了三一学院 而图林却意外落榜 这件事对图林的打击非常大 在几个月之后 也就是图林再次准备复考三一学院的时候 却意外得知 克里斯多夫因为换费结合 英年早逝了 这个噩耗 对于本就内心极度孤独脆弱的图林来说 是根本无法接受的 图林认为他自己失去的是整个世界 陷入了巨大悲痛的图林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 除了克里斯多夫之外 我不会再跟任何人成为朋友 而且他还在信中告诉母亲说 我一定会再见到他 图林不愿意接受克里斯多夫 已经去世的事实 他认为克里斯多夫的灵魂仍然存在 而在之后的人生中 图林也确实想尽了各种办法 想要了解灵魂是否存在 以及灵魂与大脑之间 是否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异存关系 也正是因为图林失去了一生之急 导致他迫切想要了解这些问题 最终成为了他日后研究计算机 以及人工智能的原动力 不出意外 由于克里斯多夫的去世 陷入巨大悲痛的图林 再次与三一学院失之交臂 也有人说可能是图林为避免触境伤情 而主动放弃的结果 总之他选择了自己的第二志愿 也就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继续深造 从这个时期开始 图林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孤独与阴郁 他开始喜欢上了长跑 并且习惯于在奔跑的过程中思考问题 在校学习期间 有一次 图林参加了当时的新锐数学家 马克思纽曼的讲座 第一次听到机器能够实现 一切数学运算的概念 图林受到启发 通过冥思枯想后发现 其实完全可以用特定的数字组合 来代替所有的运算规则 图林考虑 人类能否制造出像人类大脑那样 可以计算各种数学问题的机器 在那个所有人都在考虑 如何使用硬件设计 来实现某种运算功能的年代 图林已经在思考软件程序的问题了 这也就是著名的图林记的概念 1936年 24岁的图林 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的身份 继续留校研究 在他发表的论文 论数字计算在决断难题中的应用的附录中 首次提出一种 可以辅助数学研究的机器的设想 这种机器后来被人称为图林机 而他在论文中提出的 算法和计算机两个核心概念 被公认为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之作 一直让我们受用到今天 可能连图林自己都没意识到 自己青年时代的这篇论文 会给后世带来持续重大的影响 1939年 图林27岁 这一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二战 图林等于一万个破译员 二战爆发后 英国对德国宣战 英国组建了情报部门 并成立了专门破译 德军军事密码系统的政府密码学校 图林作为当时英国的顶尖数学家 也被英国政府征召入伍 加入政府密码学校 当时德国研制出的密码机 能将明文自动转换为密码 再通过无线电或电话线路传送出去 这就是著名的恩格马机 恩格马机的密钥可以每天更换一次 而且也不需要再去专门训练特工去学习密码了 一个人只要会使用转子 会敲键盘就能使用这套密码 德国人果断买了两万台恩格马 每条前线上方都飘散着无数由密文组成的情报 当时 英国海陆空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组 组织了大约一万人进行拦截和破译秘密通缉的工作 他们采用的还是之前碰撞法的套路来破解密码 也就是根据字母的重复频率来猜测密钥 建立字符对应表 英国情报局每天都能拦截到大量的通讯信息 可是根本就来不及破译 第二天 新的信息又来了 这就意味着德军又换了一次密钥 前一天的破译工作全部作废 人力与机器相衡量 简直就是蚂蚁挑战绿巨人 战时英国情报中心位于布莱切里庄园 图灵到了以后 被一万个人费尽忘食破译密码的场景震惊了 他问道 把全部信息破译出来要多久 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因为在当时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破译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 德军通过恩格玛加密机加密后的密钥 一共有10的114次方的可能性 所有人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猜 只有图灵队完全破译恩格玛机 保有信心 因为这是一次验证图灵机的最好机会 在这个时期 图灵显得格外的古怪 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人时间 他从不与人进行任何深入的交流 另外由于花粉过敏 他每天骑车上班时 还会佩戴防毒面具 人们经常对他议论纷纷 认为这个所谓的天才 不过是一个故弄玄虚的怪胎 但就是这个众人眼里的怪胎 却正在设计一种可以替代人力 并且加速运算效率的解码机 也就是带好炸弹的破译机 1940年 第一台图灵炸弹破译机开始运行 每一个破译机都模仿恩格玛加密机里 用来加密的一个转子 许多个图灵炸弹破译机箱连接 就可以模仿加密机的初始设定 它有一吨重 1941年5月21日 凭借图灵炸弹破译机的威力 英国情报机关破译了希特勒给海军上将 雷德尔的一份秘电 从而使得当时好称世界上最厉害的一艘巨型战列舰 彼此迈好在首次出航中就葬身于父 但是图灵及其破译小组的功绩 却被英国政府当成了机密 所以图灵在大多数人眼中 依然扮演着那个不被人理解的怪物的角色 英国政府担心 一旦德国意识到自己的密码系统被攻破 就一定会再次更新密码系统 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再也没办法破解了 因此 英国也采用了各种伪装手段 来掩盖图灵 已经破译恩格玛加密机的事实 比如 明明知道德军U型潜艇的位置 但还是假装派出例行性的侦察机 可是 随着战争的深入 德军越来越多的恩格玛加密机被投入到战场中 图灵炸弹解码机解密的速度也显得越来越慢 从一开始的三五分钟 到最后面对十二个转子的怪兽时 需要十几天才能解出来 为了尽快破译 英国情报系统负责人 安妮斯顿中校咬着牙 给丘吉尔写了封信 申请经费 制造一台功能更强大的图灵炸弹破译机 1944年6月1日 人们目瞪口呆的围观一台巨型炸弹机 被运到了图灵的办公室 这台被命名为 Colossal的机器由光学在长条纸袋上读取电报原文 经过1500个真空电路管的计算 把解密结果输出到电传打字机上 图灵机由空响变成了现实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 Colossal的效率让一万个密码破解人员都失业了 它每天可以破译德军3000条密码 赢得了数十场关键的战役 诺曼底登陆 很多人都认为 这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方法就是一场豪赌 几百万的盟军从天上海里登陆到一副当官万夫莫开的诺曼底 很可能伤亡惨重 但其实这是一场如探囊取物的胜利 Colossal已经检查过了德军的情报 确认当时只有一小支部队在诺曼底驻守 6月6日 Colossal破解了来自诺曼底德军的最后一条电报 天打 怎么来了这么多散兵 1945年 二战结束了 图灵的使命也完成了 历史学家认为 他让二战提早了起码两年结束 至少拯救了两千万人的生命 做出了不为人知 却贡献巨大的图灵及其团队 却被禁止提及任何关于自己 在密码破译工作中的相关贡献 因为英国政府计划在战后 将这样的优势继续沿用在其他情报领域 英国政府这样的做法 也使得图灵这样的秘密工作者 受到了与其贡献完全相反的社会评价 甚至有人质疑 图灵是一个逃避兵役的 在战时对国家毫无贡献的懦夫 不过图灵对此却并不在意 他的工作仅仅是为了心中的正义 和对真理的渴望 他所追求的是这些人 亲近一生也无法理解的伟大梦想 名与利 也许对于图灵这样伟大的天才而言 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战后的图灵 图灵测试 战争结束后 图灵加入了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负责一个实验小组 而这个小组的目的 就是为了实现图灵在战前的梦想 建造一台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够通用的电子计算机 或者按照他自己的话说 他希望制造出一台 可以像大脑一样思考的机器 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各个领域展开应用的AR技术的雏形 1949年 图灵与自己的老师纽曼一起在曼彻斯特大学 使用之前巨人机留下来的零件 组装成了世界上第一台能够储存程序 并且能够运行程序的计算机 图灵给这台被称作曼彻斯特一号的计算机 编写了很多应用程序 其中就包括乐器演奏和文字编辑等计算机的程序软件 而接下来 图灵又开始深入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 假如人体就像一台机器的话 那么它是由什么样的程序来控制的呢 1950年 图灵的论文 计算机械与人工智能 发表在哲学期刊曼上 文章中首次提到了影响至今的图灵测试 一个人与一台计算机分别在两个密封的房间里 房间里的人与机器要通过键盘文字 努力向外界的询问者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人 如果机器成功地让外界的询问者相信自己是人 那么就相当于它骗过了人类 也就称它拥有了智能 让机器拥有智能 这个论调引起了轩然大波 宗教界 哲学界 计算机界 都纷纷跳出来反驳他这种大逆不道 不切实际的想法 图灵不去辩驳 他预言道 我相信 五十年之内 机器能思考这个问题将不再值得讨论 因为这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 随着论文的进展不断深入 图灵变得更加孤僻 学术成为了他生活的唯一动力 纽曼和罗素举荐他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识 他似乎不是太关心 走在学校里 会有人尊敬地称他图灵教授 他也无所谓了 相比机器世界 他对人类的世界已经兴趣索然 只是偶尔他会独自带一瓶啤酒 爬到天台上 看着远处的猎狐座 记忆退回到二战 记忆退回到普林斯顿 记忆退回到剑桥 记忆退回到年少时 深邃到发蓝的星云 像吉他少年那个知己的眼睛 克里斯朵夫 他喃喃道 然后在繁星下睡去 天才的钟张 缺了一口的苹果 1952年 一个尸弃案件 彻底将图灵拖入了深渊 有一天 图灵晚上回到家后 发现家里一片狼藉 被偷走的东西倒也不太值钱 基本上是一些零碎的杂物 一块旧手表 一件衬衫 一条裤子 几双鞋 图灵目不可遏 拿起电话就报了警 警察经调查发现 是一个与图灵保持同性关系的 阿诺德 莫瑞的朋友所为 阿诺德的一个狐朋狗友 进入图灵的房间 实施了盗窃行为 天真的图灵没有想到 他会被作为性侵犯者反咬一口 同性恋的身份 让他丧失了法律的保护 在当时的保守年代 他被控违反了 1885年刑法修正案 第十一条严重猥亵罪 此法是针对男性之间的身体接触 图灵的同性恋身份 不被世人所容 政府要求图灵 在入狱或定期注射 雌性激素之间做选择 图灵选择了后者 药物产生的副作用 让图灵饱受其害 酷爱马拉松的他 此时甚至连一千米都跑不下来了 图灵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而且图灵绝望地发现 他自己的思考能力也在迅速地下降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造不出一台 能够见到克里斯伯夫的机器了 失去了见到自己一生知己的唯一一丝希望后 图灵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 1954年6月6日 冰冷的图灵被女佣发现时 床头还有一个确立口的涂有情话甲剧毒的苹果 这天距离他自己的42岁生日仅仅还剩两周 他的天才思想也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三次道歉 图灵需要吗 图灵 一个脑子里装着英国二战中最高级别机密的科学家 戛然离世 是什么样的孤独与绝望 让一个刚刚步入中年的天才科学家 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或许 这是一个后人永远无法知道的谜题 在当时的英国 二战情报和计算机技术 这些信息内容是最高级别 世人对此一无所知 而在当时的英国 一个同性恋者是不值得信赖的 图灵一直一丝不苟地坚守着自己的承诺 他在二战中的经历 连他的母亲都一无所知 图灵离开人世之后 经过长达55年的沉默 才收到了第一份持来的道歉 之后又相继收到两次 第一次道歉 2009年 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康明 发起了为图灵平反活动 签名者超过了三万 英国首相布朗不得不发表 正式声明向图灵道歉 第二次道歉 2013年12月24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签署对图灵定性为严重猥亵的赦免 并立即生效 司法大臣克里斯 格雷林说 图灵当之无愧的应该被记住 并认可他对战争无与伦比的贡献 而不是对他后来刑事定罪 第三次道歉 2016年4月20日 曾歧视和迫害图灵的英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 政府通信总部 其主管罗伯特 汉尼根罕见表态 为该情报机构在上世纪50年代 错误地对待人工智能支付图灵表示道歉 据英国卫报报道 汉尼根在一次会议上说 政府通信总部对待图灵等天才的方法有错 我们应该为此道歉 他在演讲中向图灵致敬 表示他们遭受折磨 使我们的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 如今人们觉得道歉还不够 还要让他被印上最大面值的钞票来缅怀他 然而再多的道歉 都难以让人忘怀图灵所遭受的无谓指控 和他生命结束前的绝望和被误解的屈辱 另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图灵需要道歉吗 或许天才往往就是不被常人所理解的吧 他们孤独着也骄傲着 1966年 以图灵的名字命名的图灵奖设立 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师爷 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 由于图灵奖对获奖条件要求极高 评奖程序又是极严 一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家 因此他是计算机界最富盛名 最崇高的一个奖项 由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之称 2001年6月23日 在图灵生日这天 他的国人为他举行了雕像节目仪式 这座雕像位于曼彻斯特运河街的中心位置 上面写着计算机科学之父 数学家 逻辑学家 暂时密码破译者 偏见的受害者 直到今天 图灵的名字依然是人工智能测试的基准 现在计算机领域的很多人 都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 如果他还活着 今年已经110岁了 如果能多活几十年 这个世界因为它会有多大的不同 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天天观世界 我们下期见 请见面